好,检讯完,继续读书 这点废话,王三丰叫做黄鼠狼放屁 滚出去,丁一船终于忍无可忍 断贺一声,随着人家声断贺的一声 桌子的大响,他手都拍得 王三丰似乎愣了一点 终于明白是咋回事了 没有声便,点点头,很听话,很老实的出去 他身后跟出来好几个,跑到墙角那儿 呕吐死他,憋了一肚子的笑,咳出了 王三丰没有笑,挠着头 看着爆笑的人莫名其妙在半张的嘴 自言自语的说,这些人淡急了 急着急下淡是回货,过得叫着找窝呢 好啥呢呢 这次期盼会后,他得了两个绰号 听到他前台词的人叫他废话老子 听到他前台词的人叫他废话艺术家 丁一川则另用看法 说你们以为他真的爱说废话 那是黄鼠狼放臭屁,拿废话当盾牌 拿废话当烟雾弹用着呢 这话传到王三丰耳朵里 他笑笑说 你还别说,东常委总觉得有道理 黄鼠狼放屁是以若胜强的办法 他打不过你 放个屁臭臭你总可以吧 事后有人评论 说高人呐,你看他说了那么半天 他有一心半点脏水,见到张剑花身上吗 没有,这叫说而不说,真正的高人呐 王三丰听了叹息 说高就不说了,打着鸭子上架了 旁边人看到的是高,鸭子长到的是苦啊 好,拜拜,下午一见 好,拜拜,下午一见 好,拜拜,下午一见